3月份一名妙性男子伙同四海帮分子前往后龙要寨 想不到遭到了债主枪击致死 而警方经过了一个多月来的跟踪调查 甚至还乔装成清洁队员 掌握了真性嫌犯的行踪之后 开了20枪才终于顺利的逮捕嫌犯 黑色轿车轮胎被刺破 车身上还留下许多弹孔 警方发现真性嫌犯伙同友人 带着一把已经上膛的90手枪想要逃逸 双方随即展开追逐 并且开了20枪才把嫌犯逮捕归案 揭示画面是两边黑派分子为了债务问题谈判 双方人马都人多示众 其中各持有枪支 嫌犯是竹南镇的角头 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遭到四海帮分子要债 双方原本约在西滨公路谈判 想不到一言不合 正性嫌犯突然开枪 导致料性男子中枪伤重不治 顽强的抵抗 甚至于开车冲撞我们的专业小组成员 以及我们的警车 警方为了抓人一度乔装成清洁队员搜证 尽管人证与物证都指向正性男子涉嫌重大 但他却失口否认犯行 把罪全推给了小弟 但事实摆在眼前 把这位脚头大哥与小弟统统移送法办 中文新闻张建中 苗栗采访报道